老杨到处说 说说港版国安法 究竟它是不是今天的立法就是游乱陆制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呢 在此之前一连三天的中国的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啊 就在我30号就闭幕了 所有的媒体的引述消息的报道了 会上是以全票162票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草案 那么香港特区政府呢也会刊献公开全部的法律的条文 那在此之前呢几乎所有人都看不到这个法律条文的细节的条款 那么香港媒体当然有报道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 那么在这个常委会上呢 就做出了关于香港国安法修改意见的汇报 那么这个宪法法律委就根据了常委会会的审议意见 提交了草案的建议表决稿 那么栗战书就决定把这个草案建议表决稿的提交常委会审议 那么审议的通过了这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 对于国安法的草案所针对的事类的行为 当然有消息说呢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国家政权罪的两项 罪行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国安法呢可能不会说追溯期 但是将来的执法呢会考虑相关人士过去的行为 而作为检控的证据 港版国安法在非常短的时间 以积极如律令的速度 极持立法 真的是在中国法治史上 甚至世界法治史上 是一个新的记录 有人批评多数的港人 事先都不知道这个国安法的具体草案的细节 也没有任何的公正听证会 比中英谈判和后来发布的联合声明还猛 很多人都不说国安法的立法并不意味着一国一制 但是这么一条带有全局性影响的关键的法案 就这样通过了大多数的港人到现在 还不知道具体法案的内容 这才叫一国一制的体现 对于这样的批评呢 北京肯定忽略不计啊 因为被逼出来的立法 他考虑了就怎么让这立法通过 那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么一个构成之下 怎么会有人提出反对票呢 所以就这么通过的话 这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妙处 你喜欢也好 你不喜欢也罢 反正就是这样了 你可以说他豪横 但他就是这么个回事 在此之前呢 我们的节目也分享过 乱港四人帮里面呢 李柱明急于要跟港独揽炒缺割 陈湾安生也以八十岁要退休了 急急忙忙的不玩了 国师陈云根也宣布要退出社会运动 除了几个之前呢 逆逃在外面的一些港独人士 或者极端的基金人士之外 黄之锋 罗冠聪 周庭 那么也就宣布退出了 他们自己组织的香港众志 要以个人的身份呢 继续来打拼 香港民族阵线的遣散了 所有香港地区成员 那就是他们可能要在海外活动 在此之前 香港政府不允许 这些人提出的七一游行的申请 那么他们会不会在七一游行 又上街呢 上街的人数和规模会怎么样呢 那么与此同时呢 七月一号的升旗仪式 还有有人去捣乱吗 那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这些东西呢 其实也就是这两天要发生的事 这里有几点看法跟大家分享 第一呢 港版国安法立法大比数通过 毫无悬念 我之前也强调过 北京可能也期待 以这个法的立法 来作为香港一国两制 由乱入制的分水岭 我相信呢 这是一个标志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香港社会呢 不会因为你累了一步 就风平浪静 短期内恐怕要面临一段 充满不确定性的震荡期 海外有些媒体的评论 我认为呢 是看到了这一点 第二呢 与此同时美国也出手了 我们上一周也提过 美国参议院提出了香港自治法案 宣布要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 来实施的签证的设限制 那么香港政府呢 北京外交部呢 也还以颜色 启动了跟中方开火的热身 今天呢 也就是30号 也就在北京宣布国安法立法的同时 那么宣布向香港呢 停止向香港呢 来出口军用的设备 取消香港自贸区独立关税的地位 此前呢 这黎智英在《苹果日报》写文章呢 称赞美国对香港国安法进行开战 是使得香港称为呢 美国必须坚守的新柏林 把它当冷战时期的柏林呢 相提并论 他认为这是香港 这是西方价值伦理桥头堡 出现奇迹的来源 这是黎智英的看法 他认为呢 国安法的立法会 虎头首尾啊 这我以前已经说过了 第三呢 林郑月儿代表了香港政府 表示无据美国的制裁 那为了新加坡联合早报 也有评论跟进认为呢 二战以来 各个国家实施经济制裁的成功率极低 整体而言呢 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香港的揽炒论者 认为美国实施制裁 会迫使中国在香港问题上 浪布只是一厢情验 嗯 理由很简单 美国香港 美国跟中国现在是世界的老大和老二 双方的经济的规模呢 相差不大 所以美国最终因为香港或其他问题 述诸于武力 否则单靠实施经济制裁的效果 始终是有限 这是一个理由 特别是05年 美国对澳门汇业银行 帮助朝鲜洗钱 然后就对汇业银行进行了制裁 这个制裁呢 精明的制裁 是把朝鲜的海外的金融 和国内的金融体系 做了沉重的打击 朝鲜是没有力量去招架 美国的金融公事的 但是 朝鲜不因为这样而屈服 反而变本加厉 退出了六方会谈 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核试验 所以呢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认为 美国经济制裁 连那个朝鲜都搞不定 对中国怎么可能会发生作用呢 他认为呢 香港这些揽炒派 有些思维 尤其是美国和英国这种 一厢情愿的寄希望 这种有时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呢 这也就是这些人的历史 和政治的局限性 其实呢 我的关注点在几点 第一 香港的极端激进势力 其实呢 已难形成 为了因应港版国安法的立法的出现的 逃离 退出 解散 革席 表态退隐 不能简单的 视之为 速导 弥孙善 或者一经立法 香港你的反对势力就不堪一击 我想这应该是这些激进势力的化整为零 进入地下的开始 如果坊间的船员 7月1号落地 以及北京的国安机构的香港开始执行公务 那么黄之风 黎智英 可能会被捕 依法取缔 香港重制 香港民族党 香港民族阵线之后 这些极端的激进活动 一定会是 国安机构 或者维护国安机构 重点打击的对象 但是他们的地下化 隐蔽化 极端化 激进化 可能是今后双方的博弈的一个特点 当然香港警方在这方面的侦察能力 这个在亚洲地区也是驱逐可数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激进化 IS化 地下化隐蔽化 又会给香港社会的稳定 带来什么样的困扰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也是观察考验 影响香港问题的外部因素 也就是美国英国等国际外力 对香港反对力量支持的力度 究竟有多大的一个时期 目前至少在姿态上 他们都会有措辞严厉的政治立场的表态 甚至叫美国会有一些实际的举措 但实际的作用如何 实际的作为如何 值得观察 一般的情况之下 口惠而实不至 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香港能不能成为黎智英 主观想象的新柏林 在此之后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取态 就是情与表 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可能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把他们在香港的间谍机构 或者对华的情报收集中心 尽快的撤离和尽快的隐蔽化 我想这一点也要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的一点观察 第三 对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后的立法的 执法的力度 至少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香港社会要有一个观察和一个调整 因为这半年或一年 一定会有大案要案的审理 是不是会有人判处终身监禁呢 这个国安法按照北京的舆论 它要扮演定海神针的角色 反正现在领导人的定海神针 一把又一把 但是能不能达到主观预期的成效 需要实践的检验 多数的香港人 他们的信心 能不能恢复到了回归之初的指标 或者05年之后的一些指标 需要采取审慎观察 审慎乐观的态度 一般不能太乐观 第四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多数的香港人的政治参与意识 并不像外界想象的 那么的强烈 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 两百万人 一百多万人 五十多万人 港人乐意上街 表达他们对反重中条例的反对 其中的民意基础 一定要做细致的分析 简单粗暴的治港政策 或许能达到短期 或者一时之下 但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 进一步的解决 或者有效的解决深层次的矛盾 最大程度争取 民心民意是没有一点注意的 或者实际的注意不大 如果没有最广大的民心民意的认同和支持 所谓的第二次回归 要遭遇的问题 不会少于第一次 而第一次就意味的是遭遇到了重大的挫败 第五 以急速立法 急速落地 急速执法的港版国安法 揭开第二次回归的序幕 对于香港是乎是祸 目前还没有办法预料 我在这里要引用郑永年 今天也就是30号 在联合早报的文章 他提了一个概念 叫大时代的冲突 说时代的大冲突和认同政治 郑永年提醒 认同政治一旦与价值观 无论是道德的还是世俗的结合在一起 必然具有无限可分的性质 认同政治在当代越来越成为 社会内部冲突和国际纷争 乃至战争的一个主要根源 认同政治导向冲突 道理不难理解 因为它是建立在自我 和他者的区别 甚至是矛盾之上的 所以认同政治所导致的内部冲突 最显著的表现 是在冷战结束以来 恐怖主义力量的崛起 尤其在社交媒体时代 从香港去年的街头暴乱和抗争来看 实际上很多年轻世代 就有这种认同政治明显的一个表声 所以由社交媒体自由 择选择而来的思想 往往具有残茧效应 非常狭隘的思想裹挟之下 会有一些极端的激进化 暴力化的倾向 中东的伊斯兰国 各国投奔伊斯兰国的年轻人 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香港街头的年轻人 也有这种危险的苗头 所以认同政治 已经从社会个体和群体上升为 国家主权对知识的人认同 这个是研究香港街头政治 以及香港后半段的 一国两制实践的一个重要的 思考的切入点 可惜很多人还是用过去的思维 来看待今天的香港 香港今后的一国两制的实践 以及避免历史出现重大的反忽 应该坐如事官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